人生总是充满选择 一个决定影响下一个 意外地串成一条命运线 如果能重新来过 你最想改变什么 会不会义无反顾 向着梦想直奔而去 繁华的士林夜市后方小巷弄内 有一栋老屋静静地矗立在此 它诞生于一百多年前 是当时士林星星望族郭家的祖措 也是郭秀成成长的地方 从它的建筑的构造方式 有一些是在清朝时期 然后用红砖所契叠出来的 一种墙身跟屋顶 潜落这个地方 又可以看到日本时代的时候 采取的一种西式建筑的形式 大概可以看到 从清代到日本时代的一些 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 三层楼阳市建筑 老宅是国家富裕的象征 一楼天井和长廊保存良好 二楼原来是客厅和郭昆木的卧室 三楼起居室设计为日式榻榻米 柏秀从和几个兄弟都住在这里 郭昆木曾任彰化银行板桥之店长 他育有五男三女 柏秀从是他第二个儿子 日治时期并不像樱花盛开那样浪漫 殖民统治的不公平 让很多台湾人觉得苦闷 特别是年轻的郭秀从 他是台大医生 更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当时的知识分子 其实他们一直在思考的 到底怎么样寻求台湾人的出路 怎么样去破除那种不公不义的 殖民的体制 在妈祖庙旁长大 郭秀从积极寻找台湾的未来 慈贤宫建政士林新旧街区的时代更迭 历经政权转移 他相信改变才能带来祝福 228事件之后 他们很快就觉得说 要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 或是政治问题 那只有期待 这个所谓的新中国 人民中国 所以他们很快就加入 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组织 其实作为一个医生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我觉得在郭秀从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就是上一一国的那样的精神 第二个叫做社会医学 如果你要去处理 更大的属于社会的这种疾病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面对 或处理那个时候的社会结构 跟政治结构的问题 我第一次他进来这个老屋的时候 那一年我33岁 这一间老屋的主人郭秀从 他是33岁过世的 开始去阅读这个老屋的历史 才发现到说 原来他的一生 非常的轰轰烈烈 这群年轻人一个拉一个 让荒废的故居重新有了生命 说起家乡在地的故事 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屋子 能够有更好的活化跟运用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 来认识这个老屋子 也很能够知道说 当你33岁在 人生梦想彷徨的时候 其实这个屋子 曾经给过很多年轻人梦想 70年后 老屋的特殊气质 成为许多新人拍摄婚纱 和婚宴的指定场所 陪伴年轻人走进生命的新旅程 游泻虫的人生 像烧纵即逝的花火 灿烂而美好 这个未曾听过 但后来知晓的名字 轻轻拨动年轻孩子的心 追求梦想的勇气 为梦想负责的勇气 每个世代 年轻而热情的声音 美好的世纪 在不久的将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